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洪老师好 大家好 洪老师过年就不一样 要穿空的还有一颗心 真的是一身喜气 洪老师要再新的一年继续赢回 应该说赢得胜利的人生 真的吗 那他以前人生的失败吗 我朋友啊 你看语病 过年不应该这样讲 不是 怕要讲什么 我是要把他带到我今天的主题 你只要加两个字 继续赢回胜利的人生 继续赢回 然后这个胜跟我们大家讲的 今天的主題音有一點相像 是這樣用心良苦的 原來如此 另外是林口祥跟醫院 毒物科的醫師林杰良主任 主任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聖密的人生跟林音主任也有關 因為毒物通常跟腎臟 是有很大的關係 要排毒嘛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這位也很有關係 好 中醫師 周瑋倫醫師 周醫師好 大家好 我差點認為跟聖虧有關 聖虧的話應該也會美麗吧 對 沒錯 五年六班 王瑞倫你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好 所以在主題都已經呼之一出了 就是我們贏回聖地的人生 究竟我們的聖腎怎麼保護 怎麼樣贏回呢 讓他不要敗壞呢 我們等一下是節目的內容重點 我們過年的時候也會吃很多這種 跟黑色的食物有吧 有時候吃太鹹可能對聖腎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我們待會要來揭曉 好 節目一開始潘老師告訴我們 今天的保健室電子報 美國艾莫雷大學的強生博士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發表 美國老年醫學會期刊裡面提到 他說男性如果能夠利用骨盆底肌肉運動 當然又稱為凱格爾運動的話 可以幫助改善膀胱過動的症狀 好 那什麼叫膀胱過動症狀呢 基本上有四大症狀 第一個叫急尿 第二個叫貧尿 第三個叫夜尿 第四個叫尿失禁 那麼貧尿呢 是指每天排尿次數超過八次 其實每次呢 排尿的量呢 大概也都很少 有的低於一百cc 那麼這樣呢就稱之為貧尿 那麼至於尿失禁的話呢 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呢 你沒有辦法走到廁所之前呢 就有產生漏尿的現象 那麼臺灣大概有十六到十八percent的成年人呢 有膀胱過動症 男女都可以發生比例也差不多 沒有說男多於女或女多於男 那發生的原因呢 主要跟老化有關係 比如說像我呢 男性老化了以後呢 那麼就容易攝護腺肥大 那麼這就有可能膀胱過動 那麼當然糖尿病的也有可能糖尿病患 那麼女性呢主要是因為骨盆鬆弛脫鎖 有的人是這個生小孩啊 生生的胎數比較多 那他有可能骨盆底肌肉鬆弛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會造成怎麼樣呢 常常找廁所不敢喝水 而且有的人不願意外出 減少社交活動 而且擔心衛生等等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研究呢 強生博士呢 他召集了一百四十三位 年齡介於四十二到八十八歲之間 而且呢還有經過調查是他們每天上廁所的次數呢 要超過八次以上的這個男性呢 隨機將他們分成兩組 第一組呢 就是接受行為訓練治療 也就是說呢 骨盆底肌肉訓練 那麼呢 另外一組呢 是接受藥物治療 那這兩組相比較以後發現就是說呢 這個接受這個骨盆底肌肉運動的這個效果呢 是非常滿意的 他們每個晚上起來上廁所的次數呢 平均每週減少了五次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張圖呢 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張圖 因為以前大家都不曉得骨盆底肌肉在哪裡 你可以看得到這是男性的一個這個內部腹部的圖 這個是膀胱 這兩個紅紅的就是攝護腺 這攝護腺太大的話呢 這個尿就流不出來 然後在前面這個齒骨 齒骨其實就在你前面 你可以摸得到的這個地方 硬硬的一條骨頭 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骨盆底肌肉的位置 我們通常運動的時候呢 要收縮這一塊骨盆底的肌肉 那你怎麼找到這個正確位置呢 其實有四種方法你可以找到 第一個是你自己在家裡 然後拿一個鏡子呢 然後反射你的那個 就是肛門的位置 然後你自己用力收縮你的這個骨盆底肌肉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你的那個肛門的小菊花會收縮起來 那這樣就是表示你收縮到了 另外當然你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好像是忍著不放屁啦 小便小到一半 你把它忍住不尿啦 等等的這些都還有你對著鏡子看 你收縮的時候可以看到陰囊上蹄 陰莖內縮等等這四個方法 你都可以找得到你的骨盆底肌肉 那麼你要做的時候是怎麼做呢 你先收縮之後上蹄 然後呢要停留二到十秒鐘 然後再放鬆這樣算一次 那麼每天要做三十到五十次 你可以分三次做 譬如說呢 因為你在做的時候沒有人看得到你在做什麼 所以意思呢 你可以在上班的時候早上十點做一次 下午三四點的時候做一次晚上回家 晚飯後睡覺前自己再做一次 每次做個十次到十五次 剛好三次加起來呢 就是三十到五十次 而且他這邊也講說呢 不論你是躺著坐著站著都可以做 那麼這樣做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改善很多 所以保健師今天特別提醒大家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臺灣有十六到十八%的人 有膀胱過動症的患者 而且很多人不願意就醫 寧可忍耐不適 其實事實上這一次告訴大家 你只要透過治療 包括正常的生活飲食 膀胱的訓練 骨盆底肌肉的運動 以及呢 這個專科醫師的藥物治療 都能獲得很好的改善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再默默忍受 應該勇於或鼓勵家人 接受檢查跟治療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我們飲食有三忽勝原則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是 注意一下 鹽分攝取不要過高 過高是什麼意思 過多高 就是有規定說一天的鹽分 最好不要超過某一個量 對不對 這我們講過好多次 八公克 潘老師 這個鹽分攝取 為什麼不要過高 鹽分攝取高為什麼會傷腎 它這邊 事實上你們這邊是遮掉另外兩個 那這一個資料是 你可以看到是來自長春藤雜誌 它有三個 其實我可以把它講 就是第一個他說 鹽分不要太高 第二個他說油炸燒烤的不要太多 第三個蛋白質 攝取量不要過量 這是我幫你講完了吧 好 但是呢 但是我為什麼要講呢 因為我們保健是 健康同學保健提出來的 護身三原則 跟他的不太一樣 真的啊 我提出的三個原則 待會我們請林主任 來給我們評量評量 講評講評 我提出來的三原則是第一 要預防高血壓 跟控制好高血壓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曉得 高血壓的嚴重性 高血壓其實的併發症 除了腦中風跟心肌梗死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是腎臟壞掉 真的啊 對 所以 對 所以因此呢 我如果說 預防高血壓 跟控制高血壓的話呢 我跟你講 你這一二項 我就不必講了 你都懂了 對不對 好 那麼第二個保健是提出來的 這個預防腎臟的第二個 要預防糖尿病 因為我們台灣這個洗腎之島 我們台灣這個洗腎之島 其實大家以為說 腎臟洗腎主要原因是因為亂吃藥 其實不是 不是啊 糖尿病患造成的腎臟的壞掉 對對對 所以因此呢 我們保健是提出來的第二個 護腎原則呢 是預防糖尿病 對 那你預防糖尿病的話呢 當然除了一二項都要注意之外 第三項也要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蛋白質也是熱量 你包括碳水化物 包括蛋白質 包括脂肪也都是熱量 都會轉換 對對對 當然沒有錯 蛋白質是吃太多 腎臟是要把它排除 它只會增加它的負擔是沒有錯 不過但是我們很少 聽過說因為一顆正常的腎臟 那麼吃肉吃太多 而造成洗腎的 我在我的腦袋裡 好像這種機會很低很低 所以還是要預防高血壓跟糖尿病 那最後一個保健室提出來的 護腎三原則 第三項 就是不可以亂吃 來路不明的藥 對 所以那我為什麼會提出 這三點的原因 是因為我發現 國人洗腎的原因 主要不外乎這三個來源 高血壓 糖尿病 亂吃藥 所以這三個如果弄的話 其實你這三個迎刃而解 所以我就說 其實我們保健是要提出 比這個雜誌所提出的 來得更高幹一點 不過這個還要我們 李主任來講評 好 那李主任來講一下 是這三個算基本原則 還是潘老師那個更好一點 其實兩個都很重要 為什麼來講 以潘老師提出的高血壓 高血壓控制不好 五個就有一個會被尿毒症 所以事實上 我們現在高血壓的觀點都變了 我們希望我們的血壓 能夠控制在一百三十八十之下 以前是說老人家一百四 一百五還沒關係 其實有關係 因為事實上 他後來腥臟都會損傷到 所以高血壓當然是五個 有一個會洗腎 控制不好的話 他糖尿病三個 有一個會洗腎 所以事實上糖尿病的話 我們希望你糖化血色素 控制在七以下 就是你糖化血色素 一定要六點幾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 當然說不吃來就不明的藥 臺灣的洗腎 其實有兩個很大原因 一個就是喜歡亂吃藥 一個就是不喜歡吃醫生給的藥 給你控制高血壓 一天吃兩次 你就把它一天吃一次 一天吃一次 就變兩天吃一次 好多喔 其實人家有研究過 臺灣的高血壓 真正好好控制好的 不到五十百分 所以事實上 臺灣中風也很多 所以其實跟這個都有關係 糖尿病的藥 叫你這樣吃 你也自己偷工減掉 所以事實上 這種醫屬的慎重性很差 這是臺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對 他注意說我們今天講的這三個 緣分 其實這是針對我們一大群的 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講 對 你不要說這些不重要 為什麼 鹽吃多了對腎不好 對 因為鹽吃了 我們的水分都會堆積在身體裡 血壓就會升高 也是跟血壓有關係 對 血壓一升高 你不要心臟血管疾病 腎臟病就會惡化 所以你很健康的人 你愛吃血 你可能就變成高血壓的人 所以潘老師講的是後面這個階段 我們這個是針對你正常人 對 正常人你不要變成有病的人 根據美國心臟醫學會的一個統計跟研究 假如你在青少年時期 每天掃射起三公克的鹽分 你到中年 你會減少三十到四十Percent的高血壓的風險 所以讓你正常人不會變高血壓 所以這也是很重要的 對 我們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所以鹽分的射起 我們的衛生署是定六公克 對 不是八公克 而且它是認為是不要超過鈉離子 兩千四百毫克 它是當當於我們的鹽分是六公克 六公克很容易超過 很容易 因為一塊雞排就有 那個研究出來 一塊雞排就有八公克的鹽 就過了 一天不可能只是一塊雞排 對 大塊 而且如果再加燒烤 現在不是雞排有炸完之後 再燒烤 塗抹醬 一定超過八公克 所以這三個都有 一份關東煮也超過一天的量 真的啊 對 那真的很容易超過 湯好好喝喔 還在加醬對不對 加醬 那更糟糕了 對 所以很多東西鹹鹹的 吃起來那個量都好高 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 譬如說像那個運動飲料 對不對 這個大家很愛喝 覺得好像沒什麼關係 它裡面含鈉也很高 對 含很多鈉離子 還有上次講 像麵線 裡面是 對 都是鹽的 對不對 所以運動飲料我們也要少喝 當然 因為運動飲料其實是適用於一些跑馬拉松的 還是說 甚至說小朋友拉了腹瀉很厲害的 所以不能當水盒 不能當飲料盒 其實它本身的話 含有的電解質太高了 而且增加我們腎臟的負擔 含鈉離子很多 甜甜的 但是你忽略了鈉離子 就跟我們吃蜜鹹一樣 甜甜的 其實它鹽汎含量非常的高 對 鹽巴跟糖全部都擺在裡面 還有一點就是油炸的 這要跟大家提到的 這是最近幾年的一個新發現 一般大家都忽略了 因為發現這些用燒烤油炸的食物 它會產生什麼 產生一種叫AGE的東西 我們叫做先進糖化中產物 這個東西事實上 本來就是糖尿病的人 因為糖尿病 整個身體都泡在糖分裡面 為什麼它會產生血管硬化 會產生中風 心肌梗塞 甚至變尿毒症 就是血管壞掉 他們找到一個嚴凶 就是叫做AGE 這種糖化中產物 對 後來發現這AGE 竟然在我們的食物裡面都有 所以你吃一餐大餐以後 血中的AGE就濃度就升高了十倍到一百倍 然後你經常天天吃 就跟糖尿病人一樣 你的血管會發炎 會硬化 而且他餵老鼠 發現這些老鼠以後會得糖尿病 得心臟血管疾病 而且不只這樣 傷口不容易癒合 更糟糕的是 這些小老鼠的聖絲球都受到傷害 料裡面就出現微小白蛋白 正常的小老鼠吃多了這個AGE的東西 就跑出很多微小白蛋白 就是沒有腎臟病 就變腎臟病了 再來傷口不容易癒合 還有一點 我們為什麼叫AGE 就老化很快 大家都看到 美國人十幾歲好漂亮喔 閒世界小姐 對 二十幾歲又老口口 為什麼 吃了很多這個AGE的東西 AGE怎麼會產生 還是動物性的肉類 肉類 只有乾熱方式 就是不加水的 烤的 煎的 燻的 炸的 水比較少 都沒有水的這種東西 就會升高十到一百倍 在去年美國這個營養學會 有個學者就專門去研究他們西方飲食 結果發現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溫度越高產生越多 越多 所以你用烤的 用炸的 一兩百度 兩百度以上 那個AGE越多 第二個 你烹飪的時間越久 AGE越多 第三個 你本身的話 這個加上這個檸檬 檸檬汁還是加上醋 也可以降低它的形成 對 所以事實上 我們儘量就是吃這個 不要吃乾熱的 吃濕熱的 濕熱 濕熱就是加水的 加水的 可是濕熱我就想到 那焢肉呢 焢肉可以嗎 焢肉就是濕熱的 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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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加水的 這種AGE產生就會少 結果後來他們就把 不含AGE的去餵老鼠 結果發現老鼠的壽命 不只是說這些身體血管都變好了 腎臟變好 壽命增加了1.3倍 他就說 哇 這個發現就跟以前有一個研究 就是說我們吃低熱量的 給餵老鼠吃 它可以活到壽命1.3倍 我們有個報紙報導 人類活到一百三十歲 不是夢 你不要吃AGE 也可以達到同樣目的 對 倒不好 對 所以你假如想年輕 然後想青春永住 你不要吃AGE 那如果我們要老鼠死快一點 就都要吃AGE 燙老鼠要 現在過年大家都比較大魚大肉 還是會讓他 對 所以我們過年時候 要夾一塊肉說 現在就搞不好吃AGE 所以我們過年時候 大魚大肉就要少吃 都是濕的 不是乾的 因為主任有講說 如果說沒有水的話 像我們去吃燒烤有沒有 都是是不是沒有水 然後再去沾 那我們有教過大家 先去把它醃漬 用洋蔥啊 一些滴嫩的酒 那個醬油把它醃漬過後 再去烤 那個是濕的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燒好一點 是不是好 沒有 不要直接接觸 就是用錫箔紙 然後隔著對不對 他那是一定不同的 不是 不是 你現在是這樣 就是乾熱的是立即產生傷害 對 那濕熱的話 會間接產生傷害 對 什麼叫做間接呢 你比如說 你吃太多的話 你造成心臟血管疾病 因為你一樣 你一樣嘛 你這個飽和醬酸那麼多 他轉過來還是對你的腎不好 高油脂 又高熱量 然後變成糖尿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雖然濕熱的可以吃 但是也要適量 我們已經講過 在保健室 講過很多遍 就是這個蛋白質的攝取 希望從肉類來的 佔全天肉類的20% 我們是覺得是這樣最好 其他是從植物來源來 但是我們也不贊成說 全部吃素 我們也沒有贊成過這樣子 對 那潘老師 鹽分的攝取我們知道了 一天不要超過六克 六 那蛋白質我們平常比較難去算 要怎麼算 我們一天蛋白質要吃多 好 那麼他的算法呢 有兩種算法 一種算法是按照你的體重來算 比如說正常的腎臟 你都完全正常的話 每公斤每天大概是一公克左右 一公克 那但是這樣算起來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很模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以我是六十公斤來講 那我一天是多少 六十公克 對 那問題是六十公克是怎麼算呢 因為你一塊肉裡面 你隨便拿一塊肉裡面 它其實水分滿高的 它蛋白質大概我估計 大概差不多四十Percent而已 所以大概六十Percent是水分 所以你不是說六十公克就是一塊肉 一秤六十公克就超過了 不是 因為你六十公克可能要乘上 乘上零點四左右 那但是如果這樣算呢 大家覺得有點模糊的話 那現在我們就拿體積來看的話 就是正常人是四到六份的蛋白質 那麼一份的蛋白質是什麼呢 來請看這張表板就懂了 如果正常人是四到六份的話 就最少四份 最多不超過六份 那一顆雞蛋叫一份 一杯牛奶叫一份 一杯豆漿叫一份 一兩肉叫一份 三片豆干叫一份 所以因此就是說 如果我舉例子來講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是很實用的一節課 潘老師常常講說 一天一顆雞蛋是對的 所以我早上吃了一顆雞蛋 對不對 我喝了一杯豆漿 這樣就兩份 那如果說呢 你中午吃了一兩肉 那晚上吃了一兩肉 那就四份了 就夠了 就基本夠了 夠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現在你要開始了解到 為什麼潘老師一直在強調說 牛奶不能當水喝 對 我都一直講這件事情 有的人拿牛奶當飲料喝 早喝五喝完 我要打他屁股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樣喝的話 蛋白質超量太多了 所以我們講說牛奶就是牛奶 不是開水 要喝水 多喝水 是喝真正的白開水 沒有人家把牛奶當作飲料的 豆漿也是一樣 有的人跟我講說 他說我們喝豆漿好事 我豆漿一天喝好幾杯 我就嚇得滿身汗 我說不論是豆漿或牛奶 每天就是最多兩杯 我舉例子 一杯牛奶一杯豆漿很好 或者兩杯豆漿不喝牛奶 或者兩杯牛奶不喝豆漿都可以 所以你按照這種算法的話 每人每天就是四到六份 就剛剛好等於剛剛我講的 你體重就是一公斤換一公克 剛剛好 但是我們一天吃三餐 我覺得也蠻容易 很容易超過 不是 我告訴你 你很容易超過 就是你的那個便當 對 你那個肉很容易超過 光一個炸排骨可能就超過 薄薄三片 你看就薄薄三片就三片 而且豆干炒肉四 你又有肉還有豆干 那豆干也不止三塊 對 不止了 切切切切 其實現在人吃的量都超量 所以過度攝取了鹽分油脂都增加很多 這現在人胖得多 四到六份是美國心臟科醫學會 跟小兒科醫學會 都共同建議這個分數 所以簡單地講 你中午吃了一個雞腿換便當 雞腿換便當 你一天的蛋白質量就吃光了 就一個便當就夠了 對 你今天 我今天三餐 我就是一餐吃一碗飯 我可以一口乳蛋蛋白質也不切 也夠了 三個蛋就三份了 這個餐款飯也超過一份以上的蛋白質了 所以我們擔心的不是不夠的問題 是毒了 對 所以其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超過了 假如你吃無限暢飲 你吃一餐 把一個月的肉量都吃光了 換句話說一超過對我們的腎 可能就不太好了 對 不只是腎 因為它相關的鹽分 膽固醇 高油脂 熱量 通通都來了 那中醫是怎麼看這個腎臟 我們剛剛這個三個飲食原則 是不是也差不多呢 對 剛才聽了很高興 其實大家已經對腎的觀念 不是兩顆油漬 大家都已經覺得說 跟糖尿病腎臟有關 事實上就如同剛才潘老師 他們說的一樣 其實腎它可以秉持 我們說的先天之精 就是你如果真的很瘦 跟領主一樣很瘦 因為他的父母給他一個 比較瘦弱的話 你可能可以在後天的食物 去多做一些精華的攝取 但如果你已經跟我一樣 非常的壯實 我的基因遺傳非常好的話 你可能就不太能夠 在後天的食物做非常強 再補充了 因為他本身腎臟 他是對於一種代謝 對一個我們說的神經系統 對生殖 對於一些精子 卵子 或生殖機能 或對我們的睡眠內分泌系統 去做一個調整 在中醫的角度 所以其實剛才聽到 剛才潘老師剛才說的說 吃太多 對 因為現在能吃太多 因為你所有的 那個腎臟在中醫期 現在角度是 他的耐受力很高 他除了第一個肝 他的對主人很好之外 腎臟他是竭盡所能 去幫你代謝掉 濾過掉所有毒素排毒 所以請大家對腎好一點 因為腎的耐受力很高 如果說你到了一個 已經水腫或高血壓或血尿 大概已經是後期 並不是處於剛開始的 腎功能不好 要好好愛護他 沒錯 接下來我們就要分門別類 仔細看看 假設你沒有腎臟病 或者是腎臟初期 腎比較不太好 功能比較差 以及後面有1 2 3 4 5期 那各種不同的腎臟病 在飲食方面要注意 你不要讓他 那麼耐受器官出狀況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個狀況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腎功能稍差的話 我們來看看 那麼第一期的話就是腎絲球過濾率 就GFR可能要大於90 那第二期的話 可能就是大於60 那小於90 那第三期可能就 稍微又再比較嚴重一點點 要大於30 那小於60 就越來越少了 對 第四期你看是大於15 小於30 那第五期我請到潘老師 他說在這邊的話 你就注意可能會不會有一些 面臨到洗腎的問題 對 就功能越來越差了 你看要小於15 那就到洗腎了 沒錯 那林主任我問您 那這個腎功能稍差的一二期的 跟三四期的 這個分期是以這個腎絲球過濾率 那在飲食方面 這個分期要注意什麼 我想在這個階段的話 更應該去注意到 我們的一個飲食方面的控制 像我們剛剛講的蛋白質的控制 一定要更嚴謹的進行漏食 更嚴格一點 剛開始當然不習慣 而且事實上 當你控制蛋白質的時候 你的熱量可能會減少 你可能認真劑控制的時候 你會身體體重會下降 所以你可以攝取一些透明的東西 透明的東西 它沒有蛋白質 我不能叫你做患多吃一點 因為患裡面有蛋白質 它是不好的蛋白質 你說說透明的東西 透明的東西 像我們的米粉冬粉 混鹽 像我們的肉鹽的皮 這些 對 我都想要舉住 這些東西都屬於沒有蛋白質的 而且你可以當熱量攝取的 你可以吃無限制的 你患大概不能超過一碗飯 但是你肚子餓怎麼辦 就吃這些東西 因為它不含蛋白質 不會造成你腎臟負擔 當然你在這時候也要注意你的鈣質的補充 鈣質的補充 因為我們在腎功能到30分的時候 在第三期到第四期 這功用開始的時候 骨病便會開始了 所以鈣質也要補充 補充鈣質其實不只完全是補充鈣質 一般我們會開一些碳酸鈣 因為你的尿毒是屬於酸性的 碳酸鈣會中和酸鹼 當然鈣質也可以補充 進而還有一個就是鈴的話 也要受到限制的 主任請教你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都比較鼓勵說 吃五穀雜糧對不對 對 腎臟病人不能吃 在五穀飯裡面 甲是鈴是比較高是不是 對 腎臟病人不能吃五穀雜糧 不行啊 不行 可是主任是比較稍差就要注意 還是說要到這個 你剛剛講三十分鐘或幾分 我想到第三期 第四期 可能都要注意了 到你的腎功能超過30分以下 你就要小心了 一般我們第三期是60到30 或許還不需要那麼小心 但是第四期30到15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然後鈴的話也要特別注意 那甲離子也開始要小心了 因為我們給的這些藥物 保護腎臟的一些降血壓藥 其實也會上升甲 所以你的甲離子也適當要限量 甲就是我們的菜湯 肉湯 火鍋湯 還有我們的水果 因為水果的也很多 絕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 都屬於高甲的水果要限制 而且事實上我們的湯 我們一煮我們的東西 菜啦 肉啦 它會被破壞 甲離子就跑到湯裡面去 所以腎臟病人要吃熟的 不能吃生的 不能吃生菜沙拉啦 所以這些都要小 這些可能都是高甲的 所以腎臟病的病患 我覺得限制就嚴格很多 到第五期 你再回來找主任的時候 他會限制的更多 不是恐嚇大家 你看他限制的甲 這個甲一定要限制 還有還有水腫的時候 每天的鹽已經不能超過三公克 我們剛剛講幾公克 一天六 更一半了 然後還有呢 我們這個湯湯水水 絕對不能再喝 不是越少越好 根本就不能碰 還有嚴格拒絕高齡的食物 像肉乾 咖啡 堅果 所以如果說你再回來 去找一些偏方 再回來找主任 這一張紙板條 然後每天要釣在客戶上 希望我們大家不要到這個第五期 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嚴重 對 而且我有發現到一些老人家 其實他很限制他的飲食 可是他會額外去買一些高蛋白的飲品來補充 他平常都已經在吃這些蛋白質了 對 那就像主任跟潘老師講 那些東西是他代謝不出去的 所以發現他為什麼五六十歲 他已經在腎臟 已經在這個快要洗腎的邊緣了 他故意講 沒有 他沒有吃燒烤 他沒有吃醃漬 什麼都沒有 他飲食很正常 他補了那個蛋白質 高蛋白 因為他覺得他蛋白質不夠 那你怎麼跟他講都沒有用 所以大家應該記住 剛才那個飲食原則 每一個人的蛋白質應該是多少 所以你每天都在吃 不要亂加那個現在很方便 就沖泡的 一瓢的 還有一罐的 對 對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有句話說 玉黑三分補 那是不是這個黑色的食物 也都真的很補 特別是針對腎 你有沒有聽過 腎 補腎啊 對啊 那想說吃黑的東西是補腎的 中醫好像這麼講 為什麼呢 中醫來說有五型嘛 就是說我們有肝臟配到什麼顏色 肝臟配腎 那腎的話煮我們的耳朵 就耳朵好不好 然後腎煮排泄水 所以水 還怕腎煮一個顏色 就黑色 所以我們在冬天 為什麼冬天會吃黑色 甚至就延伸到一個是 冬天如果說你不藏精 剛才我們說過精就是精華精味 不藏精 多補一些黑色的東西 春必病溫 就是春天畢竟對 什麼口蹄液啊 肌感冒 肌感冒 鼻流感 水痘麻疹 就是春天 你比較容易得到溫病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冬天多補一點會比較好 現在會補一次很小的時機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五大黑色補腎食物 第一個我們要吃的是黑芝麻 好 我就來介紹一下黑芝麻 黑芝麻呢 入肝腎二斤 可以潤燥滑腸有滋養肝腎的作用 那麼黑芝麻呢 一般食用呢可以補中益氣 滋養五臟 含有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 維他命E 卵磷脂等等 那麼不好飽和脂肪酸呢 我們都知道 可以降低膽固醇 預防動漫硬化等等 所以黑芝麻呢 所含有的維生素E呢 也可以清除體內的自由基 具有抗衰老的作用 黑芝麻我們介紹過很多次 對 那這個主任 那您是不是也認同 黑芝麻對腎會好 可能對一般人會比較好 對有腎臟病的人 由於黑芝麻本身含得0 相當的高 所以事實上講 你有尿毒有高的話 其實不適合吃這個東西 就是比較後面幾期 四五期的 對 三四五可能都要小心 那對我們一般人 一般人當然很好 因為它本身的話 互含維他命E這類的 而且事實上 它跟種子堅果類似 有點類似 而且鈣 鐵都很豐富 對 一般人是很好 我想問周醫師的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吃了會 就容易上火 那現在是不是有分 有的是生的跟熟的 是不是可以 那我們是怕上火 就吃生的嗎 對 因為基本上 黑芝麻台灣產非常的多 那只要是 你假如是一個糊麻油 生麻油 是沒有經過沙炒或米炒 或真的是乾炒過的一個 生麻油的話 它本身用來拌麵線也好 或做一些加工的甜點 是OK的 包括連香港的一個 生膜芝麻糊 它本身是一個 一邊磨一邊加水下去 盡量把腫皮拿掉的 甚至非常適合養生 而且就像是領主人說 好 腎不好 可是你可以讓你的心很好 腎去加強它 所以它變成它可以抗血栓 這樣膽固醇 可是如果說炒過 就像你會牙齦腐腫 口舌 生瘡 甚至還會長針眼 或痔瘡出血的話 那千萬不要碰 因為它等於是一瞻即上火 火氣會比較高 是的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好 第二個好食物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是黑米 好 黑米也補血吧 我知道 基本上黑米 它並不是一個品種的 一個說法 是任何一種米 都有一種顏色的黑米 那我們篩選出來一個基因以後 我們把各種米的叫做黑米 黑米的外皮含有一個非常好 叫花青素的類色素 它在抗氧化 所以我們在中西都非常建議 大家吃黑色的黑米 它主要是說 黑色米在古代 是可以用來一種當藥 它叫神藥 仙藥 或是用給皇上吃的叫貢藥 貢米 就貢米 對 然後它食用的大米來說 它比較好的是在這邊 我強調一下 因為它本身 我們如果不管肥胖 或是減肥的話 因為它在一個 林主任剛才說的一個 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 它本身的糖 像GI值 胰島素值 要低一點 那如果說我們吃了黑米的飯 它的GI值只有57 那如果我們吃了白米的話 它的那個生糖指數是80幾 所以不管熱量 它是對於糖尿病患者 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它的一個 一個GI值不會很高 然後基本上它的蛋白質 又有11.3 而且它的一個像微量元素 鑫 鐵 西的礦物質 又很多 所以我們在中醫來說 非常建議它用在滋陰 或者補腎 補胃 暖肝 甚至對於包括眼睛的 一個眼睛花白 然後眼睛老化 或是對於頭髮變白 都還蠻有效果的 林主任那西醫 怎麼看這個黑米 我想一般人 還是對這個蠻好的 黑米本身的話 它含有的微量元素等等 都蠻好的 但是由於它蛋白質 含量特別高 所以假如你尿毒升高的話 在攝取可能要佐量 要佐量 因為蛋白質 它比一般的米 甚至高出兩倍的蛋白質 對 所以適量 適量 對 所以就是前面我們的飲食三原則 要在這個前面 不過這個地方 我要特別再多講一句話 因為中醫的這個腎 不是跟西醫的腎完全一樣 不完全一樣 我吃差很多 因為他的這個 因為你像我們每次去看中醫師 他都說我什麼腎虧 腎虧 然後腎虧都想到男性性工人 對啊 所以其實中醫的腎 是包含神經內分泌的 包含性健內分泌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就是說 他這個中醫這個補腎 他不一定是這個腎臟的 對 他可能對於神經內分泌 比如說以這個所謂的這個 現在提到的這些黑色的食材來講 他們都含有很多的礦物質 那大家都知道說 男性基因裡面含有很多的心 對不對 然後他還有很多的鐵可以補血 所以因此他這個補腎 可能是補到神經內分泌那一塊去 所以對於一個腎臟正常 的人補腎經沒有問題 但是你對一個腎臟功能 剛剛林主任剛剛提到 腎臟功能已經有問題了 你再去補腎經就有問題了 因為這些營養素 他沒有辦法處理掉 對 所以此腎非彼腎 對 差很多 腎經就差很多 所以待會我們 專醫講的腎還較大 所以待會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要講清楚 是對腎臟好呢 還是對腎經 對 這兩個拜託清楚一點 其實中醫的腎是精氣神之輔 所以他是主宰你所有的精氣神 所以這些東西對我們的精氣神 都有幫助 應該是這麼說 所以這是古大黑色的精氣神 所以我們如果有劑 然後其實我們人生也是彩色 就對了 對不對 這個缺點剛好問周醫師 是的 沒有錯 第三個好事物是黑豆 對 我們有黑眼痘痘 我們上次有講過 他是黑眼睛的 那黑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脂肪 那他胃肝性頻 那入腎呢 認腎又是腎經了 那是一種天然防抗衰老的食物 有蛀岩 明目 那最常的就是有那個黑髮 烏黑的效果 功效 那黑豆裡面的纖維質 對整腸也有幫助 可以防止便命的發生 最主要是黑豆裡面 還有維生素B1 B2 B6 葉酸 還有微量元素 像是銅 鐵 菇等 那所以他可以讓我們的白頭髮 變成黑頭髮 還有抑制人體吸收動物性 膽固醇的作用 所以黑眼痘痘是不錯的東西 好 那就要問這個 什麼是黑眼痘 黑豆啊 黑眼痘痘是明星 對 是米豆 那個叫米豆 然後他叫黑豆 對 他叫黑豆 全黑的 原來是這樣 不過我想問的是說 很多人喜歡把黑豆泡酒 對不對 泡醋 對 我們先補充一下 剛才你看到 那個黑芝麻 你也說上禍對不對 黑米的話 林主也說不太好 但是現在有一個叫黑豆 他完全沒有爭議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就是 如果說你現在講到 安德哥 你要不要年輕一點 漂亮一點 帥一點 帥要 你要不要抗衰老 我們只要維持 然後一定也回不去了 我知道 然後你要不要長壽 長生不老 對 就是說現在在全世界 發現有個叫SOP法則 就是說如果你要維持一個 抗衰老 延年易壽的話 你的SOP法則唯一所定 SOP就是第一個 你要不要一個 要一個高蛋白 低膽固醇 低熱量食物 黑豆 你要不要高精力 高活力 高精神 黑豆 對 第三次 你要不要美容養顏 要不要 黑豆 然後第四次 你要不要不要老人癡呆 你要不要老人失智 不要 黑豆 OK 是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必須 對 你必須要讓自己 變得美麗 青春有助 而且另外它又有高鮮 又可以防便秘 因為便秘現在是老化 最大原則 這幾個SOP法則 都鎖定在黑豆 所以如果剛才有什麼 任何爭議的話 黑豆絕對沒有問題 看起來黑豆好像是先單 可以泡酒 泡素都好 是加分 是不是 有沒有 那林主任趕快 其實黑豆就是 跟大豆一樣的東西 它本身就是大豆的一種 其實日本人最喜歡吃這些 大豆製品 所以他們最常壽 所以鼓勵大家 都是大豆製品 是對的 你看 林主任是鼓勵 聽到沒有鼓勵了 總算有一個 通過它嚴格的檢驗 對 是 是 通過它的SOP 日粉的那種黑豆 大大顆的 甜甜的 對 因為它是甜的 重點在這裡 對 沒錯 黑豆近年來也非常風行 越來越流行 好 第四個 再來看一下 第四個是黑棗 大家是黑棗 那我這邊來介紹一下 那黑棗呢 它的營養很豐富 也有一樣 蛋白質 脂肪 糖類 多種維生素 另外中醫認為黑棗 有很高的藥用價值 多用於補血 和作為調理的藥物 對貧血血調板減少 肝炎 失明有一定的療效 那黑棗有豐富的 膳食纖維和果膠 可以幫助消化和軟便 來 這個 韋倫醫師來補充 早生貴脂 對 早生貴脂 因為其實黑棗跟紅棗 是同一種種類的東西 它只是因為 用棉子油浸泡之後 用東西鬆煙去燻出來 變黑黑的 皺皺縮縮的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 其實要補腎 飽乾的東西有非常多種 不一定要黑棗 其實黑棗 大家可以提到一個就是 第一個它除了是 潤燥生晶 它可以去軟便之外 它這一個 如果你有一些出血現象 比方你已經火氣很大的時候 你不能是任何補的 黑棗倒是不錯 連紅棗都會上火 黑棗本身它的滋陰 安定 和不太上火的原則 可以在這些出血狀況 你比較火氣比較大 又想吃些滋潤的東西 它還可以的 還不錯 黑棗跟紅棗也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們在 它針對的 炮製過程中 紅棗會比較溫 那黑棗會比較安定 滋陰是這樣子 味道也不太一樣 那林主任 那黑棗也通過你的SOP嗎 黑棗因為棗類食品是高甲的 所以當你要現甲的時候 這些高甲的食品 你們可能要特別小心 好 主任店員比較嚴格 一般一定是後面是 一般人的局長 但一般人是沒關係的 剛剛蔡老師有講 就是中醫 因為中醫是講是比較 狂販是腎肌 經濟神 然後西又可腎 接下來這一個 我們來看 壓軸了 合手烏 那這個是幾乎是全中醫的東西 對啊 剛剛一下講 填下來講 寫每種食物都不能吃 合手烏總可以吧 他本身就是 他就是一个苦字这样子 他味道很苦很色 但是他可以在中医院 入肝肾经 他现在古代来说 他可以去补肝肾 然后可以补血 对于一些比较贫血 或者低血压 或是血液循环不好的人 他又可以去润肠通便 可在现代在西医的 一个调查来说 他是可以分析核手务之后 他含有一个叫卵磷脂 可以去强化神经 对于在抗衰老修复神经 还不错用 而且主要是现在男生 很多人因为胆固醇比较高 或是周状动脉比较硬化的话 他对于一个降胆固醇 还有抑制周状动脉硬化 是比较帮助的 那目前我们用在癌症病房 是说是核手务 他可以在癌末 或是在癌症 在抗癌过程中 我们可以去增加他的T细胞 对于一个免疫 可以去做提高修复的动作 那两位专家 对核手务有何评价 我想假如肾脏病的人 还是比较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很多像我们的 肾脂球理生炎是 自体免疫出了问题 我们要吃累固醇 把它压制自体免疫 把它病治疗好 但是你增加免疫力 反而会让病情加重 所以我们很多病人 不晓得就去补 补血补气 甚至去吃乳容 结果尿蛋白就高得一塌糊涂 本来都控制很好 就跳得很高 一问起来 吃了大补的东西 所以他们有一些自体免疫性疾病 假如你要需要吃累固醇 来控制你病情的 你不要随便增强你的免疫力 你增加免疫力以后 就可能病情就会恶化 所以还是要小心 假如真的有肾脏病 我想一般人是很好 这个是 对 但是对于真的有肾脏病 特别自体免疫产生的 这个肾脂球体肾炎的话 所以肾脏病跟很多一样 跟痛风啊什么 我觉得在饮食方面 真的要注意蛮多的 是确实要控制很多 那我们接下来 有健康厨房 是谁呢 那当然就是瑞玲 要来带给我们健康厨房了 今天李太太的厨房 就要教大家都赞娘的黑豆 就叫豆仁核桃奶 对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买这个黑豆 还有核桃 其实我有加点糙米 因为让它有点糊状 那你记得黑豆一定要弄熟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食品店 已经一包包是熟的 但是它有加盐巴 那我是把它拿回来 自己炒一炒 把它炒有点那个壳爆裂开来 因为如果没有炒熟的话 会有毒 不要吃有毒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还有核桃 核桃跟这个米也是要把它炒一炒 这三种都把它炒熟之后 然后把它打成粉 这个是我们的黑豆粉 可以打成这样子 对 上面还有点膚皮 然后就是核桃 加点那个我们的糙米 对 然后其实我加冰糖 因为我觉得冰糖的口感 会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我们准备低脂奶 为什么呢 因为低脂奶有补钙的作用 会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很简单 就把这几样东西 全部把它放进碗里面 你随时想 因为这个可以把它放个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你把它打好之后 打好粉可以放半个月 都放进去好了 不要那么小气 对 好 你可以保存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都可以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每天早上温好的低脂奶 或者是说你想要喝豆奶 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就像刚才主任还有那个派老师讲的 其实你的豆类的蛋白质会摄取过量了 对 所以我还是绝对用低脂奶 那个还是用低脂奶 你把它搅拌成糊 看你自己喜欢的口感 像我都喜欢 浓稠度就对了 对 我喜欢糊糊的 就像那种 核桃糊啊 芝麻糊之类的 对 像糊状的 对 其实很简单啊 就这样 每天早餐 其实你这样一份 它的营养都足够了 但就是要先把那些材料 要炒熟 对 重点是要炒熟 因为周医师有讲 刚才我周医师有问 就是黑豆如果没炒熟会有毒吗 豆类它要去清 就是说把它煮熟 烫过会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把它通通煮熟 还好啦 对 我想是好食物 我们不闻到这个香味是 是核桃的味道还是 我觉得草米的 草米的味道 对 比较重一点 因为其实黑豆磨起来没什么 但是你看到黑豆的那个 有没有 它有一个黑豆的这个皮在上面 那记得你就是买那个 用那个咖啡机 有没有 磨咖啡豆咖啡机 我是这样把它磨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原来是用果汁机也可以 把它磨成 闻起来好香 吃起来更棒 真的 可是我觉得它也太甜 我冰糖加太多了吗 你冰糖加太多了 真的 那你们可以少放一点 我们自己酌量就好了 对 自己酌量 其实我不放也可以 对 可以很香 因为我这几年基本上不吃甜的 所以我一吃甜的很难过的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来谈保肾的问题 我今天是特别叮咛大家 如果你要保护肾脏的话 当然你要首先预防高血压的产生 预防高血糖的产生 那如果说你已经产生了高血压 跟高血糖的现象 也就是糖尿病现象 那你就要严格监控你的血压值 在医生的用药指导下 维持在正常的血压值 跟正常的血糖值 所以因此你在糖尿病的部分来讲 你应该要测糖化血色素 希望维持在7以下 当然最好是6.5 但有人达不到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刚跟林主任 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如果高血压跟糖尿病的话 要小心它是不是有所谓的 微小白氮带白氮的产生 所以因此其实心脏内科医师 跟所谓的新陈代谢科医师 他就会定期的帮你检查 这微白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同时你应该要 同时监测这个尿蛋白的检查 以及血中肌肝酸的检查 那这些参数都可以告诉你说 你现在肾脏功能的情形是怎么样 然后及早发现 及早处理 我觉得今天收获好大 现在才知道三高跟这个肾脏病 这全部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所以我们平常低油 低炎 什么低钠 这是对的 就是三高要去远离三高 因为最主要是我知道 那个肾脏有一高一低啊 对 这个也是我们额外的收获 对 我们从外面都没有想过 从两个月以外 还知道 对 然后记得要比后面而不相当 对 好厉害 因为我好厉害 好厉害 走开又踢 对 然后又踢 对 好 大家以为胜利人生 对 没错 希望过完年以后 大家要继续保持胜利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